6月12日星期日的賽事會是泥草混合賽 泥地好像只有兩場三場 用私家三藍和草地賽 但接下來連續幾天都大雨 預計到時都是一個黏地 而且私家三藍 拼出外面走的機會非常大 因為不會虧 但是不是真的拼出外藍特別好呢 要去臨場才知道 預計都是難追的情況 看看到時的場地偏差點 未必是一個很容易玩的賽事 但怎樣也好 看看第一場新馬賽 頭場賽事是新馬賽 一千米直路 有五隻馬跑過 另外五隻馬未跑過 而且試襲全部都生歐歐 特別是兩歲那些 那三隻馬賽事都不肯走 當然啦 總和衣服大家都認識 吉吉利高 利高 智成 中華英雄 之前也有這件衣服 這隻是滿樂時的兒子 看上去好像跑過的馬賽事 好一點 我也不多說 因為這場馬賽事 很明顯 那些新馬真的不可以 你說潘頓那隻一喜 尤其是神馬賽事 神馬賽事 神馬賽事 但是真的還未夠狀態 永遠朋友 又是騎了 他都不肯走 兩個配搭 都是馬防殺手 然後 何宰堯 其實是遙力朝成 嘉莉 其實是中華英雄 吉吉利高 我想我選不選他 到最後還是選跑過的馬 當然 跑過的馬 也不是特別厲害 但是歡喜福星 上場明顯進步 我看到他 莫雷拉 今次再跟他跑 上次是放頭 但是放頭回來 都捱到尾 緊緊輸給電腦狗 也沒有辦法 但是都彈得好後面那些馬 所以如果他能夠保持 如果他能夠 跑回正常水準 正常水準已經夠贏了 喜悅一生 如珠如寶 著著領先 聶景追飛 這些三歲仔好像比較熟 當然已經不是很厲害 但對手更差的情況下 好像是這些馬 我不多說 這場 我想大家都是輕手 這場是十二點半跑 我覺得最好是用來吃飯 一邊吃飯 一邊看 不想浪費時間 投場賽事 我不想做任何分析提供 因為大家要猜的東西比較多 喜悅一生 如珠如寶 好像兩隻馬有進步 但聶景追飛 跑過兩場 其實不算頑皮 但留得太厚 快馬方面 永遠朋友 一起 吉吉利高 遙力之城 隨時會爆出來 如果他能夠前置 所以 投場賽事 我也是 偏向 選擇 跑過的馬 因為那些 未跑過的馬 我覺得是 喜而未足 和很生 今年的新馬 都很生 所以 不作提供 投場賽事 如果你要選擇 我猜 你怎樣都要選擇 歡喜福星 所以其他馬 我都不浪費時間 看看其他賽事 第二場 五班千六米 這場馬 十四隻正選馬 裡面 只有三隻馬 沒有減分 大亂局 有很多馬都在減分 第一 第二 好像近況一般 步速方面 只會正常 甚至偏慢 因為馬 亞洲力量 其實狀態粗起了很久 唯一擔心 除了眼罩 第二 跑田草 會不會低一點 我有想過 但 今次 因為我一直都說 這筆馬 是泥地好 所以濕地 沒問題 夏屎 本身是Ocean Park 的兒子 學能夠前置 千六米 嚴短 但是 他有氣量 當千八跑 他又可以賺 另外一件事 阿妙去澳洲賣馬 之後 馬好像有點落落 但是 他是前置 可以賺 我寧願搏 他走投 二號馬 威力飛馳 他是三班 都能夠上名的馬 我記得他初來香港 三班都能夠上名 千八馬都上名 追得很厲害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肯追 他肯追的時候 是一隻三班 四班都能夠上名 的馬 四班應該贏 他一下班 五班 就馬上跑到千八米 就追到第二名 跑得好一點 如果制宇好一點 應該已經贏了馬 但是 今場馬 沒什麼補足 我怕他又不肯追 這些馬 是明知有能力的 就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肯跑 但是記住 黑神這種 濕地 爛地 特階 所以我估計他肯跑 他肯追 他可以有權 贏你 但是實在太過飄忽了 知道他有能力 但是表現太飄忽了 只是限於拖腳 三號馬 中橫十六 上年以為會OK 不是以為四班會贏 結果錄了五班才會贏 而且贏那場 還有慢步速 發揮到一絕才會贏 所以之後連續兩場 我都只是拖腳 因為那場馬車 贏得很敏 真的純粹贏騎士 你看看那場馬 他跑第一名 在包尾追上來 左穿右插 美活人生 瞄算騰飛 其實算厲害 贏的對手 但是 他那場馬發揮一絕 那場是蝕恩 這場馬是霍宏星 我想本身是蝕恩跑 但因為蝕恩確診了 所以就換了人 我想會低一點 因為這個原因 四號馬雷霆戰區 我想是否放在貼士上 因為濕地 根本跟泥地一樣 我猜濕萬泥 轉了馬房之後 贏了一場 33分贏了一場 你看到他走馬 轉了馬房之後 長長都近 經常追了一段仔 我估計今次 他也是差不多 追了一段仔 但估計他排十四檔 會太厚 我怕他迫著 因為他沒有出現外難 要在裡面省 反而場地沒有幫助 他應該差不多留到落包 所以我選了金剛蝕星 和華麗全城都沒有選到他 但頭豬四龍彩要選他的 這隻馬 抹水抹水也不用多說 長期四龍彩拖一票就夠了 原因很簡單 三番馬來的 但上季開始已經減分 由80分減下來 現在38分 即是減了人42分 大家都知道他有評分有優勢 但是他就是之前季內 曾經開始有少少走勢 好像超級陸洲那樣 但是最近期又很頑皮 在四版 完全追都不肯追 他沒有了各族興趣 所以我沒有辦法選他 六號馬 無敵精英 這是實先圖的兒子 跑濕地沒問題 但是三歲兒子 還未夠 馬防會不會現在動手 不排除 我看到他開始有少少輕微肯走 但是我覺得在這組裡還未夠 雖然濕地會好 但是 好像能力上要再證明多一點 七號馬轉兩轉 是Smart Missile仔 這是自購新馬 卡尼基下線 濕地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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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所以上一場 他也有追少少 那場馬是很難追的 他也追少少 但是不夠 你看 輸給多多歡笑 這本書很遠 所以我想遲些 我打算再減下分 八號馬金剛複星 阿蔡謹佑的五班馬 雖然贏菊草 但是他跑田草都可以 沒有理由不可以 他季六分的時候也跑過第二名 季六分的時候也跑過第二名 季六拍了兩場 已經十幾場 拍得太多了 頭署上司 兼顧四庸才一一票 是葉門來的 只有五倍的那類型 但不會做膽 被動 九號馬 這隻是摘星光輝 Holy Roman Emperor的兒子 下線壁實錶 濕地沒問題 長途馬 來到香港之後 曾經近過一顆 跑中距離 但非常極度慢 速之下才行 正常時間 他已經不會跑了 1600米是嚴短的 我猜難一點 10號馬 開心大師 我選回他 原因是一個 因為這場馬 表明鬥飽一段 他濕地應該可以 應該 因為始終他 Rogano下線是Quest for Fame 你看到他 在Rogano by Reduce Choice 中距離離地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上年33分贏馬 現在去分31分 季內曾經近過 而且上場 真的有追勢 今次不排除他 跟你忍絕飽一段 追到位置 11號馬 小玩家 有一點點覺得 這隻馬 真的看高了他 第二 他跑到1600米 不到 1200至1400 看血統就是1200 他說是1600米 臨地也可 阿媽的人是1100米 我覺得他1400 留住來跑 1600米難一點 當然 這場馬沒什麼補足 如果被他守住 3-4位 有可能賺 但我怕他最後一百米停 12號馬 奮鬥重心 賀良馬房 有手馬配合而來 但這隻馬 來香港之後 是自購馬 跑了14場 近也不近 最厲害是7 也輸了6個馬 暫時看不到有能力 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13號馬 大紅色 應該不是那麼差的馬 但跑不出水準 現在只剩24分 這隻拍賣會馬 今年救不回來 就沒有 拜拜 要25-26分 是不是26分 才能救回 貴良 曾經跑了第三名 那第三名 不算頑皮 那場馬 追得厲害 追上來 差點過了功夫查 魅力漢子 而有型有福 一會兒我會重點說 這件事 他好像放頭千四米不到 追下去厲害 爆贏天地同心 但是不知道哪一場他願意離開 他願意離開 他願意離開 那場就OK的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但是 看他追多少 我覺得這些馬 冷本邊線腳 拖一票就算了 14號馬 華麗全勝 上場 追得不頑皮 那第三名 回到來 因為他回到前後左右的馬 他前面那兩隻 就不夠跑 但是他追過裡面的劍列風 一抱成命 他那一輩子還不錯 和生生生生生 一起追上來 和開心大師 這三隻馬 距離很近 所以 這隻馬 我假設他已經離開 好了很多 濕地 Poward Voice的兒子沒問題 但Poward Voice的種子 真的不厲害 通常兒子都 他在沒有涉綁的情況下 拖一票四龍再腳 好了 看完之後 魅力飛馳一定要拖 開心大師一定要拖 兩隻後追馬 但肯定濕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去想 前置馬真的沒有 有可能被亞洲力量賺了 所以我找亞洲力量行頭 另外的腳 例如雷城戰區 金剛複星 華麗傳承 大雄星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馬 如果要我這刻選擇 我是亞洲力量 威力飛馳 當然 雷城戰區 金剛複星 開心大師 都是邊線 第三場 四班千燕米 報速應該會快 有團結必勝 無敵勇士 黃龍帝國 一號馬 這隻叫團結必勝 贏了兩場之後 連續三場都回 回的意思是 好像散了攻 不是馬回的 最近試回貨集 肯走 和和氣生財 肯走 但不算特別 時間快 好一點 但不算突出 我有點擔心這隻馬 進度上 好像有點回 第二 重磅頂磅 未必養得起人 未必好超 四歲先 邊線腳 我覺得這次 133磅 8磅 未必足夠 所以我選了黃龍帝國 所以我選了黃龍帝國 第五選 也沒有選到他 但頭柱四龍賽 一定要選他 二號馬 魅力寶駅 初出的場 我都說 他的事襲 是超班馬 贏勝利才智 保麗生輝 不算突出 但贏得輕鬆 一隻 一隻敗 下線 濕地突階 完全不擔心 唯一擔心 是他的進度 是否可以 贏了馬之後再贏 上場不算是很厲害 不算是很厲害 但應該有分在手 排十一檔 唯一擔心 擔心他 擔心他 擔心他猶住三碟 甚至留在六七位 擔心他 只是擔心這些 所以我放回第四選 博他沒有Q 但QT一定要選他 一定要拖 三號馬 無敵勇士 這次用潘頓和文交良馬房 洛班 立刻用潘頓 貴奈在田祖先 二米都跑得近 跑過位置 那場馬是三班 輸比的對手是強的 你看看 輸比聲雲鳴雀 跑贏閃電 合衝共濟 三班認識得近的馬 最近試了貨雜 和澳遊氣泡少試菊草 我看著他在萊蘭 在省 在捱 但最後是頂到尾 所以我不跟大家看 因為當日現場看 我會覺得一隻馬 好多了 十二檔 拖出來走 很簡單 有得和龍帝國 和劫比聖先走 他走著的二碟 第四位 很好跑 所以我拖他 就算不放也好 都前置 他完全沒問題 濕地 四號馬 摩拳拆掌 一來香港 都不明白 為何可以來到香港 贏了三場 軟地 本身已經不聰明 但怎麽可以讓這隻馬 六二三分來香港 但怎樣都好 來了就來了 就倒少一隻 5月4日之後 試了一貨雜 和翠鋒雲試 一般的 其實他也不肯走著 還要給他一點時間 五號馬 心上事成 No Name Never 這隻就是 高柏新馬房 5月22個跑完 都輸得頗遠 暫時見不到他 好像還未可以 最近試貨泥袖 試得很好 一定要和大家看看 這貨集 簡直是好 他在這裏 和翠鋒雲在前面走 翠鋒雲是低班馬 他輕鬆走回來 看他 好像好很多 很肯走的步驟 運高八斗 要在後面騎 然後全龍區也要騎 他快時間 會不會是泥地特別厲害 我買的 No Name Never 但他是好很多 明顯 最後回到後 明顯不夠氣 明顯不夠氣 但這貨集 究竟有多厲害 我有少少擔心 那個 本身那個 這貨集有多硬 因為之前試集都是這樣 我們都在前面走 所以他走得輕鬆 和可能是來地的關係 所以他畫得好 我有少少輕微擔心 冷門四龍賽 一定要拖回 因為他在前面走 如果沒有猜錯 他會貼著內蘭 頂著內蘭 在玻璃位置 這隻是冷門 路馬前多多 贏完馬之後 還未好過 跑到鬼內式 贏1200米 還要快時間 贏 贏馬是潘頓 現在是希威森 希威森前一場 跟他跑 追下去不算很厲害 但獅集的神科 完全試好了 關注標題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想按鍵 5月15日 跑完之後 剛才運高八斗 就試了貨集 一般的 所以我寧願拚 他不在 初戴眼罩 希望幫好手 但是 邊線 和心象事成 七路馬 連利福將 好像跑到1200米 1200米 經常追不及 但不知為何 他經常肯追 但贏完馬之後 評分真的沒有優勢 所以 跑完兩場之後 都減了1分 這隻馬 始終贏馬交代了 可能就收夠醜了 跑位置 四龍彩 最多 撐一票的馬 不要做膽 但是 他跑1200米 好像低一點 以前以為1200米好過1000米 但現在好像1000米好過1200米 下次買Pentai 濕地特階 8號馬 爪弘戰火 貴代曾經跑過第二名 那場馬 我記得我中的 我記得我中的 我記得我中的Q 中得挺認 等等 我回想一下 11月24號 因為我記得我選了他的想場 紅衣火王 對 那場馬 200多塊Q 我有選擇 還是 喜悅精靈都忘記了 但是 我覺得他過來填草 都沒問題 最近記 他有貨試襲 輸給膽大威 不差 不差 而出來肯追 馬是輕鬆地追近的 所以我覺得他來得不錯 而且還未見 所以我排序先過5、6、7號 但是都是邊線馬 九號馬 鑽石寶寶 Soulstar這個種子很可愛 在外地也是 泥地 但是濕地 是不算很突出的總事 最近試襲 雖然贏這貨襲 而是無名區 但是時間不快 佳雲塚快半秒以上 即是和英知星差不多 他是輕鬆的 是進步的 但是泥地好過濕地 我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 5、6、7、9 我也沒有放到貼司 但是 這四隻馬 隨時可以進來 10號馬 聖莫勇區 我一定會先走 很簡單 我已經掛了很多次 這隻馬 已經配合了很久 看到他配合了很久 其實這場已經配合了 但是 只收拾了12檔 後吹吹不及 長長追得近 跑田祖千 是特別厲害 濕地 沒問題 最近騎士火閘 走勢很洶湧 一鬆就走上來了 當然對手差勁 但是時間快 輕鬆 我覺得他贏得了 濕地也沒問題 純金奏杯 還可以 減一下分 夏天才算 12號馬 黃龍帝國 排了一檔 他會賺 但是要賺得很厲害 他跑濕地沒問題 前置可以省到尾 但是 他有一隻五班馬 上到四班 是一隻位置 邊線馬 只會拖腳 剛才說了 深上士成有權賺 然後 6、7、9號 你四龍槍不能不拖腳 甚至是團結必勝 只是拖腳 但是這場馬 我想你可以考慮一下 攻擊魅力補區 因為始終十一檔 然後 放頭 可能是無敵勇士 回來了 現在 放得出來走 他真的有權捱到尾 但全組馬最強勢的 就是 醒目勇區 我猜是怎樣搞也好 他試襲試得多漂亮也好 怎麼也有6、7倍 之前有20倍 所以我猜有6、7倍 我寧願簡單一點 這隻 留著一點點來追 希望守住 4至6位 2疊位置 那王空 這隻馬應該贏了 重心 提供這隻 醒目勇區 第四場 四班直路賽 1000米 這場馬 快馬多 例如 危多福 同友友 威妙星 鑽式牛場 全部快 是否捱到 不敢說 私家三難 可能會失 無論如何 這場馬 我會偏向一些 在路程中有個表現的馬 因為馬封流人物 之前也提及過 這隻馬 跑到千特階 千二米 一千米特階 直路賽特階 但他失地沒有問題 但他不是很超級的馬 他去了阿希斯島 其實都做好了 很健身 但是親跑的時候 每次都追不及 就是這樣 這隻馬就是這麼多 希望潘頓幫到手 潘頓曾經幫過他 但那場馬 就大熱門 跑到第二名 輸給電奴7號 走掉了 但是 這隻馬 其實 可以欠Q為次Q 但會熱 跑到第四選 二號馬 萬里菲治 有少少像 聖二龍 平分有優勢 下了四班 其實已經是兇 他跑了這個路程 曾經有兩個第二名 一次就輸給 輸給誰 輸給龍東全城 被人走掉了 然後再 近期一點 排了一檔 就輸給陳蔡勇士 陳蔡勇士那是超班 他跑人不可檔 所以已經夠爭了 這次還要排十四檔 希望不會那麼厚 希望他可以找到位 可以爭一下位置 但不會做膽的馬 三號馬 危多福 這個馬房 很久 非常少 但仍然沒有打搭 第二 上場 每隻馬都暈倒 葉門馬 逐個實 他在前面 萬放 萬步速 放直路賽 回來 沒有馬過到他 最後的馬 其實是停的 你看 停的 所以 有沒有可能複製兩次 有可能 但我不能看得到那麼高 今次應該不能夠外難 我猜他 之後馬威妙星 Bell of Spirit 跑濕地 當然沒問題 季雷曾經跑過黏地 跑過第二名 上場就跑過第三名 上場的第三名 剛才說了 不厲害 他還要賺光 回來也輸給日生月注 最後被影直 過了 所以選不到他 我覺得 他的能力上 可能要減一下分 還有 以前的能力 轉馬房前 當然在這個路程中 特別厲害 很厲害 但是轉馬房後 看不到有氣息 看不到他跑得回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跑濕地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能力上 好像跑不回 以前去街水準 可能要遲些 日生月注 上場出得厲害 萬步速之下出得厲害 今次怎樣都要選他 四龍彩腳 但是他排了一檔 霍宏星 留著後面追 賀然的馬 雖然明顯地有馬 明顯地 這陣子很銳 但是這隻馬 排了一檔 後追 我不擔心他取位 我擔心他人 所以四龍彩 留一票就夠了 七落馬 未影列飛入 深地 突街 下線 I am invincible 等他跑泥地 應該是厲害的馬 這隻馬有多厲害 不知道 但是看見他試襲 重化襲 草地襲 慢時間 期內都不肯走 在之前八百米集 也是一般 時間慢 才跑到第二名 我覺得他還未夠 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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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妙星 反而這隻 我有想過寫這隻 和今晚的節目說這隻 因為 看見他試襲 兩次 一次是輸給奇藝先鋒 但是左穿右插上來 很漂亮 每個走勢 剛剛試鮑螂 轉彎路程 要騎 所以 我有少少輕微擔心 這隻馬是否未夠 還是不喜歡轉彎 還是怎樣 我也不敢肯定 但這隻馬很肯定 是一隻有分的馬 所以我找他走投 我覺得他只是為他跑四百米 希望他到時發揮會好一點 我猜有少少錢分 所以放下去第一算 九號馬洛家福 一隻隔沙法第三名的馬 前一場第三名 他應該最少有Q 前面一對馬就頂住了 不可擋和魅力一丁 十八倍Q 我給他一條單Q 但是他追上去的勢頭非常厲害 如小應該是他贏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追上來他應該贏 如果不失去就贏了 他應該贏了 多厲害 看到嗎 已經過了 所以他會不會濕地突出 會不會特別厲害 不敢說 但一隻表現太過飄忽的馬 我就放不下頭 不算了 初戴下午 希望這次會好一點 但我只能夠建議 嘯容採能翻票 他濕地應該是可以的 十八馬 陽光傳奇 Flying Arty的仔 好一點點 最厲害是試貨 菊草集 好一點 慢時間慢補速 所以我就等下 要遲些 這隻馬 折勝 11號馬 還沒得到這隻馬 Pride of Dubai 跑了兩次 都好像飽味回來 暫時還沒得到 如果突然間可以 就拍手仗 但好像是減分期 最引起 加個眼罩去試雜 都... 半程洩氣 急劇堕推 快就快 散得更快 12號馬 轉色 敖場 他會在前面走 會快 但斷得也快 他不放就輸定 上場 上場打算會放頭 還是前一場 結果他不放 暫時看到他還沒得到 十三號馬 影疾 排了一個二檔 你看到他 來到香港 都會贏 而且我之前 跑了千米直路賽 是不是這場 總之有一場 冷門的時候 我都說要選 千四 和一千米的步頻 很像 千二米 不可以 所以一千米 常期要拖腳 不是一隻很超班 馬大上場 在慢步速之下 都追得很多 至於莫萊拉肯定熱 所以我就不選 但又要建議拖腳 十四號馬 健康美麗 這個路程應該嚴短 濕地可以 但減掉那兩分 下班 會比較好 邊線馬 非常多 風流人物 萬里非智 偽多福 威妙星 日新月珠 重新復星 影疾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 我估計 創新妙星應該有少許淺分 找他走投 剛剛那個閘門 要打下去 可能是轉彎路程 可能是陌生環境 但那幅直路閘 真的試得很好 所以這次 如果被他找到位 去追 Nostradamus 這個種 跑濕地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可以駁一駁 這場馬 找他走投 Win Pay 到時看看賠率 如果8倍以上 我會用你過關 第五場 四班 1400米 這場馬 加緊分的馬 有三隻 沒有加緊分 又有幾隻 好像這些馬 比較好 步速方面 我估計是正常 未必會很快 沒有一定要快放的馬 只有有型有福 快一點點 然後馬 起步了 Rios 濕地 1400米 看血統 沒有問題 看他香港的表現 就好像未夠氣 有少少擔心他的氣量 蘇惠賢很多這些馬 贏了一場之後 就回一下 然後不能再上 本身的馬 擔心 擔心 5月18號之後 沒有再試了 狀態OK 前置 可以賺 所以放回第三選 EOMAR 先好神話 我都說了 他肯前置就好 但上場是慢步速 慢時間 好像黏地 LROCKER 下線的拾標 當然濕地沒問題 回來頂著 進龍飛騰 不算很特別 但已經可以在這組裡 爭QT 但是要爭 14檔 但真的沒有馬快 如果他肯對出來 守著二三位 慢慢自己走 一入到直路 篩出外面 有權爭Q 但不是穩膽 三個馬 皮具先鋒 初出那場 應該贏 如果騎好一點 輸給天天得落 但你看看 勢 勢根本應該過你 天天得落 健康上好像有些問題 看見他健康 不太敢操 最近試貨招 輸給膽大威猛 他一般地 在後面 他說走勢陷促 他前置回來 走勢陷促 慢步促 慢時間 之前的課集 自在考集 這隻馬 神科 但初出那場 已經告訴你 他是有能力的 潘頓又肯和他跑 頭柱上扔票 但始終初出那場是厲害 之後休息過 不知道是甚麼問題 不知道是甚麼問題 但是 我覺得還是 放好一點 等下 我不會做膽 死有馬 健康第一 Pierro 跑濕地 當然沒問題 歸內曾經好像黏地 跑過第二名 很慢時間 他是健康賽網 的全兄弟 如果沒有記錯 四班 應該怎樣都超 你當他天天得落 我常常當他天天得落 我覺得他這班 不是很厲害 但是 四班長期要拖 就是這樣 隨時走樣 隨時進不來 希斯馬房的馬 配有何明煉 不是 配有何澤耀 鬥志應該鮮明 但是 皮具線風和他一樣 好像也是 要估計的因素 比較多 我就選不到了 美麗新星 配有何明煉 這隻才配有何明煉 不停減分 減了兩分 這次減三分 又跑回1400位 選不到 減分三分 跑回同一路程 六號馬 能聞能武 上次跑過1200米 回到來 均速一點 不算追得很厲害 但是 Prest Damon的兒子 下線白 Encosta Dilago 濕地沒有問題 中距離馬 5月21日後功夫正常 這隻馬 如果他這次前置 如果他能夠推出來走 守著二三位 這隻馬 這場是亂局 小心 但是這隻 跟剛才的皮具先鋒 健康第一一樣 都是 要拖回四龍彩的馬 很多馬要拖 七路馬 王鋪永勝 我都說他之前的直路賽 不算很厲害 只是上場硬拖回票 結果回到來 也不太好 爭情 未必是好事 Defined Prophet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 雖然 Kwazir 濕地 比較好 但怎樣也好 暫時還未夠 8號馬飛來勁 都選了兩次 因為他初出那場 是含蓄地跑近 加利 不是加利 含蓄地跑近 塞了 之後上場就沒有跑過 5月7日跑完 之後功夫也正常 試襲 也試了 內閃難期 總之直路 一加速的時候 他內閃 很難發揮 這次 我想難一點 我等他爭情 等他跑來地 9號馬飛躍海旋 原來我沒想過 他是走投 他本身 還要給他一檔 下次買Pantai 濕地很厲害 上場追下去 他還可以 只能說可以 因為他追不過 保麗生輝 勝利才子 那一場買 是很難追 不算頑皮 他也彈到後面 紋紋紋紋紋 之後再看他的功夫 有拍跳 功夫是正常的 要進步一點 三歲仔 爭情應該沒問題 但是一匹邊線馬 不會做膽 十號馬 中華威威 Modern Ready 跑這個路程 當然沒問題 但是來到香港跑兩場 都未見到競爭力 紅衣震撼 莫雷拉 上場跟他贏馬 終於會贏馬 贏馬開竅之後 會不會得到呢 上場可以賺光 萬步速賺光 但是這次又是可以繼續賺 可以再賺一次 但是蘇撒 濕地 初出的時候 我第二名 好似黏地 這次應該是黏地 可能會幫到少少手 始終爺馬開竅 對手真的像是而非 排了一個好檔 你不能選擇去行頭 正路馬膽 十二號馬 遊戲人間 他有一場跑 我解釋不到 贏馬的威武聖角 之後也跑不到 那場馬是不知為何 他兩隻馬 只有兩隻馬 能夠立即追馬 完全解釋不到這場馬 所以我暫時都不想他了 解釋不到 不知道馬是甚麼了 以及菊草方 那天田草增程低一點 十三號馬 多多歡笑 轉了馬房之後 我以為他會好很多 結果看見他的進步幅度不算很大 上場 偷不到雞 放出來了 然後輸給秒算 騰飛 奮鬥齊心 這些都是五班馬 你放頭 賺了這麼慢報酬 你都搞不定的話 難一點 排完一檔 升班 加了分 我覺得難一點 但因為他能夠前置 Giant Cosplay下線 也是濕地特階的馬 要拖 14號馬 有型有福 剛才說過 14號馬 不知道為甚麼不到 這場14檔 雖然 萬無足 最後 捱不到尾 我以為他贏得 我記得我貼了他那天 如果他不是被大紅星殺了 我很記得我 有魅力漢子和功夫查 很記得 4-8-14 我是被大紅星殺了 他最後幾場真的要捱 當然 頂磅 14檔 這次是13檔 不過事情也跑低一點 陳俊衛馬房 真是 不知道 關於黑市 還是能力問題 他的馬 總寬少 齊齊有福 這些馬主 都撐到他暈 很相親 但也無法交代 沒有辦法 已經做好了 就是輸了一點 就是這樣拍輸 當年李二達也是這樣拍輸的 看完這場馬之後 邊線馬 一堆 因為前置馬 例如有形有福 喜報 多多歡笑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 甚至這隻戰狼神話 都是邊線 後追馬要拖的馬 比如先鋒 健康第一 飛來猛 飛躍海船 這些全部拖腳 能聞能武 看看能不能跟著好位移 爆下去有 四龍彩又是要兼顧的 然後 這隻紅衣陣衡 會贏 蘇武羅馬房 亦是 偶志應該鮮明 臨別抽球 憑三檔 如何跑呢 關鍵 我正在想 這隻馬 究竟會怎樣 會否再贏一次 還是會 走樣呢 還有 飛來境 四龍彩要拖 所以這場 又不是一個重心投注場合 建議 輕手一點 第六場 四班千四米 這場馬 第一樣 看見是沒有補速 完全沒有補速 不是很快 你看看 第四次座 快不快 一號馬 六六大順 十三檔難跑 用馬雅都沒用 達斯 浸地完全沒問題 這場馬大順 應該都可以吧 千四米 但是 來到香港 跑了 跑了幾場 看見有少少追勢 斯閘 亦都很好走勢 亦都很肯走 但真的跑的時候 是不行的 這次還有外檔 第一 頂磅 馬雅 跟前也應該比較難 二號馬 美之廟 用班德禮 鬥志 鮮明 上場都是 好像黏地 看著你們吃 因為千四米鹽短 跑千六米 跑得更加好 一爆下去 就已經彈掉了 最後一個沒段 二十三月六五 即他比你們快 一整秒 就是這樣 他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第一 第二 濕地完全沒問題 是 是 是 O'Reilly 濕地 泥地完全沒問題 歸內 跑了六場 一二三四五 都齊了 是否贏得 看看臨場 會不會走位上 因為我怕 他留得厚一切的時候 他就 會在內欄 不是拼出外面 我怕他內欄 或是直路中段 我怕他不太好 但是 如果跑得上次的水準 就足夠贏 三號馬一步中環 這隻叫 Casiparazzi 好像叫做愛國 對 Casiparazzi 爛地跑過 軟地贏過 濕地突階的馬 這隻馬 全世界都抱著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下四班 他就隨時按制 歸內曾經有個 萬寶俗比 贏過馬 下班之後 亦是近過 但近而沒什麼威脅 跑了三次 跑了三次 減了五分 進入減分區 排十二檔 難跑 就算 跑近將水準 也不夠 要真正 跑贏馬水準 而今年的贏馬水準 不夠高 只能跑回那一場 的贏馬水準 在這組裡 不夠差 四個馬 紅龍 我經常說這隻馬 跑泥地 1600 1800 會比較好 1400 真的嚴短 但上場 可以追到第二名 輸給裂峰一點 跑贏一隻 彩虹之光 彩虹之光 再出都再上名 這隻馬 跑泥地突階 我講了很多次 今次濕地 狀態一早做好了 這隻 就是隨時把你的馬 因為 蘇維爾馬房 有隻青木俑 他和這隻 明顯地一早做好了 所以 我有想過找他走投 但我想想想 始終他被動一點 而且 他是 不是準得那麼厲害 而且好像很少打搭 我怕這件事 所以沒有放進首選 以前五班 他長長打搭 但今年 沒有連場打搭 我怕這件事 但是 明顯配合而來 五班 首飾大坑 我強行選到第五選 原因是一個 上場初出 跑這個路程 也是跑到1400米 你看他後面 狀態不夠的 狀態不夠之後 陳希英雄紅 這隻 誠心所願 他如勢非常之好 你看 一直跑上去 他是一隻 完全未夠水準的馬 都可以有這個走勢 明顯地有能力 超班 而且我都說過 下線賣 Ulmattila 濕地特階的馬 拖回一票 他真的會追到直四龍彩腳 六號馬 電子彩龍 反而這隻 我有少少擔心他氣量 雖然賣 Mb-Dexer和下線 Hassonet濕地沒有問題 但見到他兩場 都是追上去 不一般 在血統方面 看他跑得多長 1200至1600米 剛剛還沒跑過 童舞的都是1400米 我有少少擔心 他未夠氣量 操練力完全沒問題 狀態也是OK的 能力上 我覺得他應該是超級的 但也減少一分 我有少少輕微 擔心他跑到1400米 未夠氣 只是這件事 七號馬 Termin loose 極速合 我很特別留意這隻馬 我覺得這隻馬 是四把 應該可以爭 但偏小顆 未完全掌成 神科功夫 未做好 有少少馬上旺 追少少 但這隻馬 未夠 給他多一點時間 八號馬 八彩 跑過十堂 無險凍 Ocean Park 跑到濕地當然沒問題 但四月十六號 跑這個路程 都輸了十個馬 以上 最近試一貨集 和張登傑宰師 騎下去 要騎 慢時間 所以我不喜歡這些集 我覺得他的狀態不一般 九號馬 精明勇俊 Holy Roman Emperor的兒子 他很像黏地 跟著好位子 都可以跑到第二名 那場是緊緊輸 給蕭瑤區 蕭瑤區氣量好一點 什麼都好 田太安 跑開 這次就換了蔡明少 你怎樣都拖回他 大家都知道他 是一隻前置 可以節省 可以前置有能力的馬 但我覺得這匹馬 留住跑得更好 留住在三四位跑 不要自己放更好 這次的陸檔 就有這個形勢 他出來之後 可以找遮擋去做 所以我覺得他跟未知妙選 我就選了他 因為我覺得他這次排六檔 應該可以走到二碟位置 他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我找他走 十惡馬 大細智庫 排了十一檔 用梁家俊 會在前面走 這隻馬會搞 彎轉來的兒子 下次買Fasneyev 濕地應該可以的 但能力上要再證明多一點 上次排了十四檔 放好回來就散 這次應該還未夠 5月15日之後 就沒有跑 功夫正常 我覺得在這組中 難一點 11號馬 Better than Ready的兒子 就是創奇蹟 跑了三次未得過 上次好像連地都輸得遠 這次增程 功夫 膚練馬 但好像還未夠 進龍飛騰 這隻馬 我無論如何都要選他 上場我還是臨場 我是有賭 轉了兩次馬房 但我明顯地說 轉了馬房之後 上一場轉馬房之前 試了一貨雜 這貨雜是很走勢的 輕鬆的 但上場看到他 有少少 不夠樂力 看著你們吃 只想欠QT 所以他在不理場地 過到裡面的風箏 已經不差了 在這組中可以提升名次 但我還是放在第三選 比較穩妥 神器英雄 上場跑了第四名 上次跑這個路程 後追上來 慢時間 讓他追到第四名 也不算頑皮 但只能說不算頑皮 如小 其實手勢大亨比他好 所以我選手勢大亨先 但如果你是算適應性 當然他是適應過手勢大亨 手勢大亨真的不夠他那麼符 但兩隻馬都不夠符合很重要 十四號馬 飛力大帝 上次捱到第三名 這隻馬 不可以說捱的 因為他在後追 但一堆馬近 一堆馬都不厲害 包剪刀比他厲害 他迫及不到紅衣陣陷 連連封城 在這組裡 應該挺難的 雖然他敗是Shame Express 但好像濕地OK 也好 在這組裡比較難 好 很多紐西蘭馬 如果你說濕地要留意 陸陸大順 一波中環 飛力大帝 神奇英雄 甚至這隻叫做電子彩虹 濕地也要留意 近方上好像不夠其他馬 美之苗近方很好 紅龍近方很好 精明勇俊近方OK 晉龍飛騰也是近方很好 上場肯追馬 不夠狀態也肯追 手勢大亨 好像這五隻 挺高一點點 第七場 二班戰嚴米尼地賽 部速應該會很快 有家英精英 藍區埔 時時滿意 正路也快 一號馬平常心 用平常心看他 泥地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他贏馬那場也很神奇 贏了一場一千位 我覺得他未必是 可以再贏 第一 評分沒有優勢 狀態也沒有上季那麼好 上季已經穿爆了 所以交代了有餘 已經贏了馬架 當時我也跟馬返說 這隻馬 沒問題 三番吃贏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今年 已經贏了一些 二號馬銀市 你無論如何都拖飄 有補足 他泥地實追了一段 泥地1200米 特階和泥地很厲害的馬 失馬也沒問題 好像沒有失快泥 但無論如何 他後追一段 前一場 排了一個八檔 後追下去 後追輸給偉小寶 跑 別人暖在你心 暖在你心之後再贏馬 所以在這組裡 四龍彩拖飄 三號馬 時時滿意 我記得上次 我單 WIN 和單Q 很記得 萬聚力特 博弱閃跌不在 還有一條T 九千多元T 很好分 單Q 五百七十二元 很好分 好像是一拖八十二 我也有中 三輪彩 忘記中了多少錢 但是這隻馬 放在前面走 你真的很難追求他 唯一一件事 就是這次排二檔 他應該夠快 可以頂一條內欄 但是會不會先讓南俱捕走 我擔心這件事 會不會被嘉應精英 我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擔心這件事 我擔心這件事 我擔心這次不放頭 未必肯追 吃泥 未必肯 三歲仔 四龍彩南俱捕 一千米特街 一千米泥地 不到 是很有趣的 一千米草地 一千米泥地 他最後兩步停 他就是不夠氣 而且近來 也不是最快 今次 看看他會不會搞人 如果他搞人 排他的八檔 就扯到超快 但是嘉應精英 就是他的敵系 算是 所以今次 會不會 扯一扯 會不會 不這麼快 賽後就說 預計會有快捕捉 所以選擇留著來跑 不排除這件事 而且他不夠氣 所以我怎麼計 最多都是四龍彩 薄他捱到一直 但是這些馬 在薄他捱到一直 的情況下 我就不放到頭五選 五號馬加應精 上場正說 WinPay對象 我也不知為何 這麼好分 這隻是 Snizzle仔 但是黎地完全沒有問題 試襲 很厲害 5月4日 輕鬆彈了 萬眾力得 閃電那一集 快時間 頂磅 厲害 優厚特階 之後再試多火襲 也是很好的 當然 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這場是1分13秒9 之前 他試黎地是厲害 是厲害的 可能現在 再儲一下 和你跑 我覺得仍然可以爭 而且明顯地 鵬哥有馬配合而來 我覺得 上次贏馬 是否用班得禮 這次也有班得禮 換到少許賠率 6、7倍 始終加分 但是仍然夠贏 這馬很健康 很好看力的 六號馬共創奔分 明顯跑不回 贏完馬之後 貴內也休息過 跑不回 雖然輸得更近 但是還未夠 雲利多 這隻馬 上季表現不差 貴內也休息過 好事先復出 商場特別留意 他是前置賺的 他是前置馬 但反而是停的 暖來拍著 200米 最後200米 彈出了多少個馬 外面的馬都追過 所以覺得 他的狀態 要再提升一點 這個評分 還未證明 所以 不值得過分重視 八號馬心之行 這次留著少許跑 因為一定不夠快 初跑來地 但他是 I am invincible 跑來地 怎麼會不可以 在外地 是濕地 爛地 沒問題 這隻馬一定可以 一定好 我覺得 以前的泥閘 都算肯走 等等 我們找一下 沒有試過泥閘 草閘 草閘 不是吧 泥閘 輸給菲倫閘 那時候還未夠力量 都可以跑到第三名 所以 我覺得 這次評分未必有優勢 對手是強的 但他有權 偷機跑到第三名 這隻馬 一定要拖 九號馬 旋風飛已經上場 他贏得很辛苦 三班 贏得多多保記 牛王頭 贏得那麼辛苦 時間可以 這次當然 上班 我覺得這隻馬 是超三班 他二班 跑千四 跑千四 千六 基本上 我覺得他不是千二馬 是千四、千六馬 千六米 有點牽強 但跑起來 應該可以 初出這場 我攻擊他 神經病 初出三歲仔 一千六米 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 有能力的馬 但這次對手 真是短途馬 二班對手 實正好多 上次贏得辛苦 我這次排十一檔 用巴刀 難跑 獸和馬 聖神 又用何宅耀 這隻馬 我剛才也想過 要不要再選他 我在他和一隻銀子之間選 我始終也是選一隻銀子 因為他跑得好的兩場 我全部都有中 之後我繼續選他 跑不出水準 好像有些回了 會不會再減兩分 下三班 我是這樣想 好像近方相 頑皮 還有他一二班 真的是一隻邊線馬 一檔可不可以賺 但一檔不斷吃泥會怎樣 是不是 首項馬 我仍然選他 一個原因 因為今場多塊馬 但他排七檔 有權可以放在五六位 這隻馬 我經常說 他是一隻以前 是泥地 一隻很頂級的馬 香港 頭幾頭五名 12米 嚴短1650米 嚴長 但這次就有個快捕捉 適合他 如果他能夠守住 四至六位 可以騎下去 如果他能夠找位順暢之下 他騎下去有權欠第三至四名 這隻馬 好 我覺得時時滿意 你沒得不選 家應精英沒得不選 兩隻快馬 因為我覺得那隻 南俱捕應該會讓他走 當然這場馬 還有運利多 會搞你的 所以如果時時滿意 和家應精英 兩隻馬在前面走 而走完二三位 我會對家應精英的信心大一點 而且我估計 六七倍 這隻可以賭WINP 然後再計 紅運大師 銀子 心思恆 我覺得心思恆好一點 我覺得近方一般 而旋風飛影 11當 還有星班 我有點擔心 我會建議家應精英 可以賭WINP 第八場 二班千六米 步速應該是正常 只是正常 因為保羅全城 其他馬都不快 因為馬加州十大 跑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這隻馬92分 上場好像黏地米 追上來 他可以守住好位 跑 跑人是健康快驅 僅僅跑人是健康快驅 他黏地 被他在前面 捱著捱著捱著 捱到回來 這次就繼續這樣跑 而這次是強配 希望他可以提升到 名次贏到馬 但我建議都是拖腳 排九檔 看看他怎樣跑 這場馬 二號馬天使 Style Winners的兒子 貴內贏了兩場 11月跑完之後 就沒有再跑了 明顯 評分已經有點見頂 最近試襲也是一般 兩貨集 試了很慢的時間 我覺得他狀態好像是粗氣 拿出來好像是想減一下分 我覺得他現在評分沒什麼優勢 當然能力上 如果他最好的時候 在這組裡 對手並不是實情 那麼重要 他有權爭死 但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態 只是初起 三號馬 健康快驅 Kermadek 很小的馬 1000磅不夠 如果這隻是PP 跑了那麼多場 那些人一定不要 我打了63分 那些人都會說 那麼小的不要 結果是真的有能力的馬 又跑了1600 跑了1800 由1400 上2000 這次又縮起來了 他是不是要跟你跑一段 2000米 真的稍稍嚴長 前一場跑1600 是否僅僅鬥輸給你 因為虧了一個補速 虧了一個偏差 他是最後一個很厚 很厚 但他的勢頭很好 我覺得一隻 仍然有評分優勢的馬 今次就用賀明年 鬥刺非常鮮明 分多兩元 所以我找他走投 但不是WINPAY對象 小油馬電路3號 他爆冷的波 那兩波 我也有選擇 特別是這場124倍 那場 我也特別說 這隻馬一定要拖 一定要拖 因為很明顯地 他回來了 有各族興趣 我是特別有說的 那我就覺得 現在沒有了那個氣勢 第一 第二 要考慮的是馬防有馬 配合而來 你知不應該拖票 我現在想一想 可能頭柱上要拖票 頭五孫選不到他 評分開始有優勢 但近方暫力了 五號馬 這隻是保羅盛傳 上場竟然可以跑到第二名 在三班 因為在三班便可以 在二班便不夠跑 上場馬 雖然他 輸給精準快車 這隻都跑了一隻 少哥兒和隱形翅膀 不算頑皮 但是很慢舞速地賺 這次雖然他很慢舞速 但是爆發力 這場馬應該 很多馬比他好 所以難一點 六號馬 起旺區 跑四次贏 四次 上場好像黏地 贏得辛苦 慢舞速 爆下去好像差一點 但是知道再勝 也是一隻聰明馬 他彈得少一些 剛好隱形翅膀 你可能會擔心 三歲仔 跑1600米 可以不可以 我也有擔心 濕地表現 我就特別了 在新加坡 這裏 好像昨天輸了 前天輸了 我記得 好像看到這隻馬 這隻 另外一隻 一隻半身 會贏到2000米 另外還有一隻 半身 叫做麻辣火 以前廣州賽馬會 是鄭蓉斌先生 擁有的 剛剛在那場爛地 就贏了 昨天在Canterbury 所以我對於跑濕地 爛地 完全不擔心 但我為了擔心 就是他的氣量 平衡 上場跑完之後 試了過 谷草的1700米 我看完他的試集之後 我問 還不錯 他跑了1700米 1600米 夠氣 我曾經提過這個評論 但對著這對手 比較強一點 我排在第三選 不過 因為純粹 不是擔心他的能力 而是擔心他的年紀 我怕他蝕不起 還未夠 但前景應該是挺好的馬 幸好我 早了 買了他的 Halfbrother 七路馬 八路路省 排了三檔 你看到他 拔長了之後 一般 拔得太長 1800米以上才行 1600米是嚴短的 今次我濕地幫忙 但應該比較難 他有氣量 但評分沒有優勢 第二 他好像真的跑1800米 2000米好過1600米 包含馬少哥爾 上場跑2000米 都可以 濕地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馬 一直都說 這隻馬 是挺好的馬 二班應該沒有問題 之前健康有些問題 上場的第二名 不算頑皮 輸半個馬位 給健康快驅 今次也是對著健康快驅 但他能夠守前一點的位 可以繼續串馬 防Q 所以我繼續放回第二選 九個馬 進益線 這隻馬 很飄忽 贏完馬後 勵走樣 跑完第一名 跑完第七名 連續兩次都是這樣 上年是可以的 可能因為低班 但上來二班 我覺得他仍然可以一爭 但他很尺寸 要找對著爆發點才行 但狀態很好 下場的Singsville 又是長途 濕地 非常好的馬 跑完前 試了貨集 不算頑皮 很輕鬆 但上場表現比較失望 但不要因為上場失望 就劃死他 因為他飄忽的那隻馬 看完馬之後 我覺得阿蔡一隊 好像比較合理 因為兩隻馬 都未見完 加上十大事 天使就錯氣 電路三號要拼他 跑得回來 拖腳 武羅來城傳不夠班 起王區要拼他的路程 路路繩是縮程 進益線 又飄忽 所以我選了阿蔡一隊 阿蔡是有馬配合而來 不如要阿蔡一隊算數 拖腳便拖回那隻 加州十大 起王區那些 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泥地賽 減兩分的馬 兩分以上的馬 都有五六隻 報速方面應該會快 有新力寶 閃耀榮光 應該正常偏快 如果是季中 兩三個月 行頭一定會選新力寶 但是 下了馬 所以我只能夠 放下第四選 這個馬 好玩福星 轉了馬房之後 跑了一場 第八名 五月二十幾號 不太好 但是之前的試集 跟他加密財司 其實試得不差 很輕鬆 現在就過來跑 這個 贏馬路程 贏了兩次 兩次的時間 姿態都不差 所以這次對手不算很強 熱了身 開了氣 我不排除這次會進步 用潘明輝 剛剛 何良和潘明輝 拍檔了一隻 包裝大獎 這次 真的看他發揮 因為對手不頑 但是他的體力很好 狀態 熱身之後 也有所提升 冷本分子 十倍左右 但不是WINPay對象 他分分鐘不夠跑 這個評分 要再證明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有可薄之道 二個馬新力寶 排了一檔 以前排一檔 三班排一檔 一定會贏 以前一定會贏 但是上場排了五檔 追下去 真的不多 怎樣也追不過大眾勝利 多多保企 我是擔心這件事 擔心他會不會 沒有之前那麼好 但是馬房手馬配合而來 你看見前面的 沒有理由不要 所以我選擇 他和好玩福星之間 選擇行頭 我選擇冷少少的行頭 但這兩匹馬 當然新力寶 是證明多過好玩福星 但我純粹薄分分 我選擇好玩福星行頭 三號馬閃電 濕泥也好 正常泥也好 我估計是否都追了一段 我估計 Elusive City 很早都說他跑泥地很厲害 有一場他跑泥地4 多得他跑泥地4 我才能多分多錢 上一場跑過第二名 也不夠了家應之經 但都可以彈掉後面那些馬 所以他在三班來地 是惡到暈的馬 所以爭Q 難贏 四號馬文明之聲 好像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貴奈曾經跑過位置 84分二班 再在81分 這是假三班賽 被他跑到第三名 那場馬就殺了我 唉 順盡之聲 那場馬 順盡之聲 萬集那場 那場馬 現在回到贏馬評分 是否真的可以反彈呢 我有點擔心他的近況 4月16日跑完 沒有試閘 功夫不試閘 不刺養 但能力上 他在這組是夠爭 三四重賽腳的 五號馬大中勝利 莫雷拉 鬥刺鮮明 跑泥地 三班的千二米 其實他是惡 掉了頭 不入圍 之後跑了七場 兩個勝利 四個第二名 很準的馬 他跟閃電一樣 我覺得泥地性能 可能比閃電還好 那些傢伙還要濕地 所以我排在最上 我覺得兩分馬差不多 但大中勝利 因為莫雷拉的關係 我覺得會熱一點 我就放到第三選 閃電跟他差不多 一隊都要選的馬 六號馬B先生 排了我五檔 好像還沒有很適應環境 所以我記得他之前試閘 如果有一個貨集 試得好 但時間慢 運高八十秒 所以 不要被這貨集騙了 時間上可以 但不是很突出 給他多一點時間 適應一下 七六馬小月榮光 有一個小孩 用天盤馬房 有馬配合而來 但這隻馬真的 跑得69分 我都說 沒有了 之後 不要過分重視他 他是一隻 六十五分以下的馬 現在要先減分 下跪先用 就算他馬房有馬配合而來 我覺得這隻馬低一點 排成一檔 比較難跑 八號馬進天士 現在佩嘉里會不會 騎低一點 第一 第二 他贏馬那場是厲害的 之後上三班 洩欣再跟他跑 騎下去是沒有的 會不會他真的 減夠分 下班才用的馬 三班其實夠爭 但夠爭 而不是很突出 對著這組馬 他比較低一點 九號馬 牛王頭 我一直都說這隻馬 會不會減分下班才用 結果上場他沒有直接跟你搏 因為Uncle Mo 都說美國總 泥地一定是厲害的 什麼地都會跟你跑 濕泥或什麼泥都好 他都會跑 但他只是跑贏 新力寶 大宗勝利 他在前面賺 這次又是濕泥 我沒有選到他在貼士上 因為排九檔 我反而選擇是冷門的 但我覺得 你投注大賽池 又是要拖一票的馬 龍藤非常用潘頓 二檔會近 但評分沒有優勢的馬 你只是閒於四龍彩腳 所以不多說 他三班不夠贏 有點像明欣賞 而且沒有明欣賞那麼準成 所以這個馬房的馬 小心點 我反而選擇冷門 11號 每個人都知道千年尾 嚴短 每個人都知道 但我亦都說了很多次 我等他跑泥地很久 他跑泥地 千年尾 他也肯追 千年尾 明顯嚴短 也肯走 他泥地很厲害 幾次泥閘 都很好走勢 所以他跑草地不夠 但泥地特別厲害 我等著他跑泥地 或濕地 1600 1800 就贏了 但現在不知為何 跑1200 明顯嚴短 但對手不強 排六檔 不排除冷 應該過百倍 這隻 放在第五選 博下冷本 精英 未夠 不多說了 這場馬 明顯地是厲害的 閃電 和大眾勝利 兩隻馬 但兩隻馬都後追 和評分不是很特別有優勢的馬 不是明顯有優勢的馬 只是限腳 所以放回二三選 然後新力寶 和好玩福星 我拼了好玩福星的行頭 但我都擔心會否拼錯了 因為新力寶始終排一檔 補足是有的 但他手上二三位 他很好跑 這四隻馬比較兇 另外配腳 進天市 牛王頭 龍騰飛翔 三隻馬在三盤都不會贏 所以拼了一隻 明顯來地是非常厲害 而且試習 我記得試了三個走 也來地很厲害 試得很好的馬 喜連衛星 我拼了他 下一個冷門的四龍彩腳 第十場 三盤千四米 這場馬有很多馬都還沒得 只有幾隻馬跑 紅旺 還有馬路應該會比較前一點 金創令也跟好位 一號碼 旭日星 濕地應該沒問題 Toronado的兒子 上一場 泥地可能比較低一點 之前跑千四米 跑二板賽也跑到第二名 其實那場馬應該贏 很可惜 讓他知道必勝 就不知怎樣 撐了他 緊緊撐了他 但他跑到後 沒有成志勝 沒有成志勝 才有得保重 所以是厲害的 最近的四伙集 一定是厲害的 這伙集 你會有時間看 當然是很慢的時間 但明顯地狀態是在的 是未必 未必 未必 是夠贏 我沒有放到貼士 但你怎樣拖回 我拼他不在 但 即是計算馬 我想我做錯了 第十場 應該這隻馬 我本身是 我拼了下去 我是第三、第四選 我是很明顯的 但這隻馬 是第三、第四選 要選他 我明顯地 我以為自己選了 我以為自己選了馬路 還是他 因為他跟馬路的機會差不多 馬路是濕地特別厲害 可以前置 但兩隻馬都是難贏的 但狀態兩隻馬 一隻動日星就好 馬路就越來越好 但不夠動日星那麼好 但兩隻馬都是邊線馬 所以不特別看 架細奇巴 看到他排了第十二檔 我想 特別看上一場 他的優勢 不算頑皮 最少是很乘的 就是很乘的 即是很乘的 好乘。 突然會他過去了 但最後一場 他也很乘的 幾步就收工了 在裡面的那隻 紅色衣服是什麼 這麼小 很小的 高運 高運很乘的 行走地跑近 但還未夠 我想 是不是高運 應該 只是高運 但怎樣也好 我覺得 你冷一日 是在馬路 還有一隻動日星之後的馬 好了,帳俠上場失望 看見他復出,守住前面回來 不肯離開,散開 5月15日之後沒有再跑 第一,健康好像有點問題 第二,狀態不夠 第三,他69分贏完馬之後 可能已經問了 結果現在沒有再進步 所以我先讓他好一點,等下跪再選擇 五王馬進龍區 我本身排位送飯我選擇這隻 但因為他實在太飄忽,我就不選擇他了 但特別看看這個,6月2日重化閘 他的斷足時間不算很快 但特別留意一件事 他跟黃金甲跑 黃金甲,守住這個位置 已經是慢步速,恰可 但看直路 看直路是怎樣 後面的賣全部都散了 他裡面的耳搖著,鬆著鬆著才可以 但他可以按到十一時來過 這是高分馬 按到十一時來過 他可以有這樣的狀態 只要他肯離開的時候 他肯跑就可以了 濕地也適合他發揮 他的腳可能不一樣 白金甲是1400米的路程馬 就是這樣 所以 當時好像買回來跑打比 但根本不可能夠氣 第一年就有些能力的馬 但之後就不夠 進度上不太好 一千堅利還是二千堅利 第三名 但這場馬 他守著來蘭很好跑 而且狀態真的來了 我覺得 算上級數 最高是他的 看他臨場發揮怎樣 臨場發揮的意思是 看他自己哭不哭走 六號馬金莊齡 狀態下降了 他的評分真的沒有優勢 74分的時候 看見他 跑來跑去 都是近而沒什麼威脅 我想他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而我看不到他有進步 而且好像回了 那隻馬 有一點點距離了 當然 會不會回一回一場回來 不排除 但最多是四重彩 一連封月 這隻馬 雖然他跑了三場 但我認為他試了一貨 在賽前試 一般的 先減一下分 下年才用 巴歐馬 波爾多 上次田達安贏 臨場退出 剛才6月1號 上場贏馬 是看著你們吃 你看他的姿態 他看著你們 看著你馬佬 或者你吃 這次他跑完馬佬 這隻是信心之算 剛剛再跑第二名 這個賽職是不錯的 而且他跑了兩次 濕地 都是 一圈一橋 濕地是特階的馬 所以這次預計 也有一個正常的濕地 甚至 偏黏 甚至爛地 跑了跑了 他跑出外面走 應該很好追 正路來說 真是單橋 進龍驅踏他 冠步驅勒 因為我原來 我漏了選擇 我真的漏了選擇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算回馬 他是一隻有狀態的馬 評分沒什麼優勢 是跑谷草好一點的馬 但是他有狀態 我純粹因為這個原因才選擇他 而且濕地 應該可以 但是我不應該放在貼紙裡 應該動日星先過 這是我的漏洞 我沒有尺度 紅旺 歸內曾經 好過一下 但是之後 又拐回 又跑了1600米 然後又減2分 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69分 當然仍然有點傻 但最近其市貨集 和當家學王市 包尾回來 輕輕鬆鬆的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銳 所以我寧願拚他不在 安御是Churchill的兒子 這隻還沒得 明顯地還沒救 上場下追了一點 但不是很吸引 我看到他5月18日之後 再操練 狀態一般 還沒救 聲運名著濕地特階 但是 我再特別說一次 他去到64分 總之去到每年的 貴中左右 考到差不多 他才會來的 連續兩年都是這樣 現在到65分 我估計他不會亂來 我估計他會 和你減分減的下去 四班 下年才會用 我估計他會這樣做 這場最守強 他近放地 已經不是最好的時候 他會捉一段子 經常引人 13號馬 輝王亨 我之前說過 這隻馬是一點都不厲害的 Ophea 不厲害 一點都不厲害 諾班 四班馬 最多都是四班 這隻馬 Niu Bay 這隻馬 明顯狀態未夠 屬於石馬 亦不急 高韻 上場有少少走勢 剛才就說他有少少走勢 Crystal City 贏膠沙地 濕地 也應該沒問題 看他的血統 Coasty 下線Aclamation 應該沒問題 但上場都 含速地跑近 增程 看看會不會 跑到更高水準 一隻邊線 邊線的四龍賽 因為我覺得他濕地可以 好了 我要改一改 貼士 進龍區 波爾多一庭 是首兩選 然後馬路 因為十三檔 我會放進去第四選 第三選是 旭逸星 然後 加世奇巴 是強行選的第五選 因為沒有馬好選 再選下去 金莊令 其他馬 還有高韻 沒有其他馬可以選 我覺得 正常濕地 波爾多一庭 就是進龍區 進龍區 不會大熱 因為飄忽 雖然狀態很好 我覺得這條Q 位置可以搏 當然 波爾多 會不會是 動日升好一點 總之這三隻馬 明顯地 會惡少少 好了 尾場賽事 三班1200米 這場馬的步速 會快 團結精神 是進黃 兩隻馬都是搞事 我估計 所以 我估計是 捕捉正常偏快 因為馬團結精神 其實你不能不 選擇他 就算你快也好 他的計劃 這個種 濕地特階 你不能不選擇 魏賴當然贏過馬 上場就好一點點 第十二檔 回來就不是輸很遠 輸給自然輝煌 但他放得 偏快 蘇偉賢 有馬配合而來 排過六檔 你在前面走 分分鐘 記住 這個種 很厲害的濕地 所以我放回第二選 是拼他跑掉 拼他跑掉 但應該不夠贏 魏賴自然輝煌 你不能不選擇他 始終是圖羅羅拉奴的兒子 他是沒有打搭 但上場也贏得有說服力 三班仍然有馬 贏的 贏的對手當然不太強 看看這次可不可以 發揮超水準 潘頓和他贏過 這次守住好位跑 之前潘頓和他跑 這次是蔡明少和他跑 這次是蔡明少和他跑 仍然可以守住好位去跑 之前本身 蔡明少也騎威威鬥士 所以 其實他騎威那些馬 都可以信任 但這個評分難贏 拖腳穩定一點 三文化厲害了 跟一隻動日星一樣 配合而來 Dark Angel是1200-1400 前置營可以賺 這次是蔡明少和1200 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外國外地的形狀 外爾蘭沒有理由不會跑濕地 贏膠沙地 Campton就贏了 一般 我覺得這隻馬的評分 差不多了 但現在是73分 有一點微理 用希威森 不夠抽進浪 這隻馬 減幾磅好一點 用希威森 在前面走 位置馬 就是這麼簡單 三文賽能一票 四個馬 名門望族 一日巴西馬跑級制賽 曾經上過名 贏過的隊伍 原來是Fairwell Stakes 表列賽 1600米 然後在一級賽 就輸 尾爾回來 輸六個幾碼位 泥地好 遠地好 濕地還可以 上場初出 不是初出 是試襲 試襲越來越好 最近在菊草集 在裡面省省省省 雨勢不錯 好像未夠 要騎 因為要騎下去 和嚴短 這隻馬 不知道有多少 但濕地會好 5號馬 直至奇巴 鵬哥是整隻馬 配合而來的 這隻馬 我經常說 不要跟別人打後驚 但也不要自己放 又是留意三四位 最好跑 這次又有這樣的形勢 這次跑了三代 用梁家俊繼續跟他跑 四月十三日後試了一貨集 又是菊草集 那天同一隻明門望族史 他輕鬆看空之後 不如跟大家看看 連連有時間 無敵勇士的這組集 剛才在之前 較早詳試的時候也說過 無敵勇士放出來 無敵勇士的這組集 無敵勇士的這組集 然後有一個逆史奇巴 這隻明門望族要騎 無敵勇士輕鬆放出來 我已經說過 這隻連連孔虎 試襲不試得不好 結果真的輸了 無敵勇士的這組集 再出要跟進 這隻無敵勇士的這組集 留住這位置跑 很舒服 看到一隻明門望族要騎 我拼這隻無敵勇士 純粹因為這件事 純粹因為他會 放頭 而且有分 看空了 逆史奇巴 肯走 後面騎得緊要 拍得緊要 那隻名門望族 但是 無敵勇士上來 無敵勇士仍頂到尾 看到這隻叫做 逆史奇巴 很輕鬆的 看空就 裡面要騎 這隻名門望族 所以要給他一點時間 無敵勇士仍頂到尾 無敵勇士仍頂到尾 當然了 今月十二代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呢 我覺得這隻 逆史奇巴 應該算是穩定的 可以欠位置 電源之區 上場跑過第六名 可能因為 十三檔問題 輸了就當 追下去 剛才也看過了 其實他有點小 有點小 這隻是高運 有點小的 但回來也過不了 紅運飛鷹 團結精神 那些 預勢不錯 這次要後追 跑失地應該沒問題 應該 但就預計 應該只有五倍 熱滿分子 排十一檔 我寧願攻擊他 我就放在 逆史奇巴 和自然輝王後面 我怕這次下雨 要跑1300 1400 我怕他不夠 尊狼貫區 一隻不太厲害的馬 初戴眼罩 縮下來跑1200 可以嗎 要猜 我以為他真的是1400 1600 68分 應該可以越來越近 但這次縮程 低一點 又是用加利 雖然用加利兩支 但這次我提低一點 我覺得他這次嚴短 除非能夠擠出來 首二三位 包括馬美麗攻略 我一直都說這隻馬 是在三班尾 四班尾 三班尾 三班尾 這個總 真的不厲害 我不會碰這個總的馬 濕地特階的馬 但上場好像黏地 其實是不多的 我真的解釋不到為什麼 因為轉了配備 這次仍然會帶回那個配備 我就覺得 難一點 在這組裡 又是會熱滿來的 跟電源支區一樣 兩隻阿塞 羅富全的馬 我覺得也是會熱滿 我就會攻擊他們 寧願 兩隻馬都不在 不在 不在前四名 大頭鑄上四雄翠 再拿回票 馬鐵拿回票 浪浪乾坤 想特別說一下 他在外地 在Sand Down 有1300位處女馬賽 已經是三班水準 三歲仔 有全進步 他們本身已經在那邊 是希斯馬房 但我記得之前不是他 但怎樣也好 Pagan 潘頓跟他試 很輕鬆 而且兩貨集 他們很輕鬆 留著一點點來跑 很肯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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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濕濕的地 也應該可以 初出 刺是有馬配合而來 看看他之前 有沒有手影 有手影 有手影 就要回他 但一定不是倒邊匹的對象 三班 插班 初跑 濕地 沒有8-10倍 都不要碰 但我猜是有8-10倍 那下差 所以我找他走投 進王星 10號馬 跑草地低一點 當然有一個黎地的路面感也好 十排十二刀 難一點 減分落班 跑四班 泥地 12米好一點 小鵝馬秒精彩 本身也要拖 但我經常都說 12米嚴短 四班菊草是屈肌的 對手差 但上到三班 跑菊草都不夠 而且這隻馬 很差 在彎位脫口 最後二百米是自己才回答 就是從你跑二百米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跑 那下差 所以我放不到頭五選 真的選不到 長話敲歡 再減兩分學班 算 這場馬 123456 9 十二十一 都是要選的 邊線少少 川郎貫區 和美麗攻略 亂的 所以我預計有八九八至十倍的馬 就是浪浪乾坤 然後選一隻團結精神 放頭 你開了位置的馬 和逆士奇巴 都是 所以 自然輝煌也是 很難選一隻馬膽 或者WinPay對象 我強行選 我選一隻浪浪乾坤 拖他 這隻馬就是超班 嘩 真是厲害 這次講了八十分鐘 大家已經聽到現在 已經聽到悶了 你們都好 講講練馬斯的分場表 羅夫傳馬房 我想是大眾勝利的位置 美麗攻略的位置 馬魯的位置 天使最多是四重彩腳 一起都是一些 我想還未夠吧 賽漢馬房 旋風飛行韓文大師可以搶腳 健康快區和邵哥兒可以串Q 電聯之區是位置馬 波爾多可以贏得 魏力部區可以贏得 首飾大亨就是位置拖腳的馬 美麗新星未得 金剛複星也是位置馬 高冬利馬房 加張十大 秒秒精彩 時時滿意 都是位置馬 喜連衛星 邊線四重彩腳 障合未夠 黃浮起本星未夠 麥水麥水未夠 低一點 女劍位馬房 深之城欠位置 自然輝王欠位置 中環十六和能盟林寶 都是四重彩腳 其他馬還未夠 而本輝馬房 金莊令沒有分 聖神沒有分 鑽石寶寶初起 沒一隻 還未積極 沒伏給 所以最好就是 全日是鑽石寶寶 邊線馬 沉澤成馬房 平身身未夠 晉翠線是邊線馬 閃電是位置馬 聶景翠飛 位置時龍彩腳 偉達馬房 厲害了位置馬 高雲邊線時龍彩腳 下家福又是時龍彩腳 飛躍海旋是位置馬 方家圈馬 其實是重心 始終要猜 對著長途馬 濕地 所以我放在三四重彩腳算數了 創新妙星也是要猜 剛剛那一刻就要打 但他直路閘真的試得很好 我覺得可以殺光的 晉天使對手強 村落館區也是對手強 四龍彩腳 青文明雀夏鏈 多多歡笑四龍彩腳 雷靈千斤輸個檔 但位置馬 頭三隻 不知為何歡喜福星會是 麽王第三選 但最好是他 希斯馬房 朗朗乾坤是有權WIN的馬 晉龍區行的馬 配合得很厲害 可以爭WIN的 看看他臨場腳不腳痛 封右臨位置馬 團結比四個真的有點矩 電子彩虹 我怕千四米鹽長 但要拖 健康第一要拖腳 頭長身馬 我覺得兩隻馬都不夠 龍天馬馬房 家瑩正正贏得 電路身無位置 翼士奇巴位置 隔世奇巴位置 那位妙星是四龍彩腳 美之妙贏得 皮具先鋒 要拖腳 大紅星要拖腳 他的手馬真是兇 文教良馬房 應該低一點 我覺得他的手馬可能是 煽露神華和無敵勇善 前置馬好一點 賀燕馬房 五隻馬都不太像樣 最像樣的已經是名望中 文明之聲 但我覺得低一點 蘇維爾馬房 有馬配入而來 贏得的就是 整木勇區 紅龍 衛治馬方面 喜報 開心大師 萬里非智 新力寶 團結精神 新力寶 我不敢畫死他 可能會調高 整木勇區 紅龍拖 這三重馬都可以過關 妙禮德方面 銀子位置馬 必先生未夠 冠武區低一點 鑽式奧場 阿周力量是贏得的馬 與他前置 葉祥和馬房 影疾位置 連理複張位置 一波中環 冷門四重彩腳 華麗全城都是三四重彩腳 紅旺和龍騰非常低一點 近方上不是很突出 蘇布羅馬房 紅衣陣騰有兩劑 其他馬 前多多又近方不算很好 我覺得神奇英雄也是四重彩腳 如果要我選擇 神奇英雄是馬房首選 馬房第二選擇 反而配莫雷拉 所以我覺得 紅衣陣騰這個安排 比較有趣 好像是想選擇 弱組去搏 我覺得這隻馬 可以有權再贏 看看他真的是臨場發揮 馬臨場發揮不及我人事 白身馬房兩件 我覺得陽光傳奇稍好 但心想事成一定要拖 這隻馬 明顯地他最近的負責是厲害的 所以如果露面感似的 他真的會分分鐘放到 除以石馬房 危多幅 黃龍帝國邊線 四重彩腳 其他馬都選不到 我覺得還未夠 鄭中瑋馬房 黑仔馬房 喜悦一生處都是四重彩腳 有型有福也是四重彩腳 菲尼大帝也是四重彩腳 牛頭也是四重彩腳 沒有什麼WIN上 賀良馬房四隻馬 我覺得精靈勇進好少少少 但不是重點的WINPAY對象 好玩復星都要搏 兩隻馬會爭 但不是重點馬來的 要準備好多分 對象 對象 是 不是 你要吃 黃龍帝國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